最近南台灣天氣炎熱 高雄民攤商疑似想要清涼一下 在沖洗檯面的時候 就拿著水柱朝嘴巴裡面猛罐 不過其實呢 這樣的舉動是相當危險的 因為牆裡水柱可能會傷害到 喉嚨黏膜或者是不穩固的牙齒 如果波及到眼睛等器官 更是不堪設想 女攤商就拿水管再清洗檯面 疑似是天氣太熱了 在旁人的慫恿下 竟將水柱對往嘴邊 只見牆裡水柱直接對著喉嚨猛罐 水同時也從嘴角用出 眾人別怒邊笑 還細稱是庚山水行霞 殊不知這種行為相當危險 只是高壓水柱威力究竟有多強 記者實際拿起車場的高壓清水 來進行測試 輕輕鬆鬆就可以把白紙弄破一個洞 儘管攤商的水管 並沒有達到高壓水柱的威力 但強度也不小 少有不慎就會感染 嚴重的還可能釀成傷害 水質的關係 如果說嘴巴內有一些傷口的話 有可能會增加我們感染的風險 除了傷口容易感染 當強力水柱直接衝在喉嚨黏膜上 就可能會造成磨損受傷 若牙齒不穩過或是剛好 佩戴夾牙更會出現脫落 甚至誤食的風險 此外臉部器官接近 玩鬧過程中也可能受到波及 是朝臉部的方向來做使用的 那有可能會增加就是說 接觸到我們眼睛的機會 那甚至有可能會造成我們的腳膜受傷 甚至更嚴重的話也會有失明的風險性 雖然玩玩水很清涼也不難看出 如果只是貪傷工作時來點樂趣 但畢竟臉部器官都很脆弱 可別因為一時好玩 導致得承擔嚴重後果 記者聽完韓文一語高雙才某道